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台湾这几天又传出好几例确诊个案死亡 这些无症状的确诊者因为不知道自己已经确诊了 血氧浓度不足导致快乐 血氧猝死 近日疫情的扩大民众抢买血氧剂 印度 菲律宾 越南等疫情严重的国家都在抢 因此台湾的各大通路是大缺货 在防疫概念股中除了疫苗 快筛以及口罩之外 血氧剂概念股更是备受关注 像是亚伯 优胜 蔡伯 而亚伯优胜更是这几天连续所涨停 优胜的血氧剂大多外销至欧美 东南亚以及印度国外市场 年生产量大约4-5万台 目前公司已经加快生产了 最快6月可以恢复供货 亚伯的血氧剂并非是公司主力产品 一年大概也可以生产数万台 目前也是6月初可以恢复供货 那你们觉得还有哪些族群可以观察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哦 我是婉伦 客新闻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